老杨到处说 来说说美国人的霸凌 美国人的霸道 但是不须承认 山姆大叔现在来讲 也都还有单边霸凌的本钱 从这个个案我们要有个启示 学会跟美国人对着干 要用智慧 而不可以使用瞒进 但关键的问题是有智慧吗 别人可以没有智慧 当家的可不能没有 9月2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蓬佩奥 国务卿蓬佩奥正式宣布 美国开始制裁 不是制裁中国人 这次制裁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 本书达 这是黑人 原因很简单 这位首席检察官黑人女士 不顾一切阻挠 决心调查美国人的战争罪 而在此之前6月11号 特朗普已经签署命令 美国将进入紧急状态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任何人谁敢调查美国人 美国就制裁制裁 但是本书达居然没有缩手 继续地玩 美国就断然出手 靴子落地 制裁开始 这位女检察官本书达去年已经被美国政府 吊销了陆美国的签证 按照本书达准备指控 美国人塔利班 阿富汗安全部队等等 都有战争罪的嫌疑 其中美军和美国的情报人员 2003年到2004年间 涉嫌对债压的人员实施 酷刑 虐待 侵犯个人尊严 强奸和性暴力等新闻 好了 这次就这样了 因为这样子 人家就制裁他 本书达和他那个高级助手 就上了美国的黑名单 制裁就很厉害了 怎么样呢 第一 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通通被冻结 第二 他们通通不能使用美元 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交易 第三 任何金融机构和个人 通通不能跟他们进行交易 或者向他们提供服务 第四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通通被禁止进入美国 第五 任何人如果对他们提供实质性帮助 通通都会被制裁 美国人就这么屌 这么恨 好像对他更严苛一点 对林郑月儿这些人的制裁 好像也差不多 差不多 国际刑事法院竟然太碎 头上冻土 就在特朗普头上的拔毛 他就制裁你 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任何帮你的人一概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 说在荷兰海牙 本苏达就一直生活在海牙 估计麻烦了 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比如说他们要租房子 荷兰的房东租房子给他算不算帮忙 算了帮忙会不会被制裁 他们到餐馆被cash 花了美金 荷兰餐馆的老板不小心收了美金 要不要被制裁 还有呢 本苏达领的工资如果是美金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会不会被处载 银行 荷兰的银行会不会也跟着被制裁 所以呢 荷兰外交大臣受不了了 美国的行动让他非常困扰 荷兰呢 他肯定支持呢 国际刑事法院 因为这个法院的请制犯罪和维护国际法方面 重要关键作用 作用至关重要 疑似乎也有国际人权组织 发表声明痛斥美国人 痛斥了蓬佩奥 他们没有说他是人类公敌 所以蓬佩奥的声明 做了这件美国政府最擅长的事情 两个单词 一个是欺凌 一个是恫吓恐吓 胆子不小 黑命贵 黑人 总检察官 本苏达 他来的国家很小 是非洲小国 刚比亚 蓬佩奥横啊 直接宣布 对本苏达全面制裁 不仅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你本人 你以后休想到美国来 以后你不准使用美元 任何帮你的人和机构都被制裁 那么联合国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是属于联合国组织 他要到美国联合国总部去 汇报工作怎么办 联合国也表态了 秘书长说 严重关注 提醒美国要遵守 和联合国签订的协议 国际刑事法院的人 是允许出公差 到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 但是 本苏达已经没有美国签证 他总不能偷渡到纽约去汇报工作吧 国际法院 大家很熟悉 就是亚海牙国际法庭 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 世界法院 只审理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争端 不受理个人之间的法律纠纷 国际刑事法院是 02年7月一到 开始生效了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立的 只审理个人犯罪 在涉及的四种罪行 种族屠杀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 所以海外很多评论认为 特朗普的确够狠 第二 全世界被他这么一闹 反应都是目瞪口呆 第三 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也很苦恼 美国的司法部长已经公开放话 国际刑事法院太腐败 美国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相关检察官办公室 长期金融腐败和独职的可信材料 美方表示严重的关切 好了 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些法官和官员 如果屁股都有死 他们从此以后就不敢说话了 美国实在是太霸道 但是我说三亩大叔现在虽然呢 滥船还有三寸钉 他还有单边霸凌的本钱 他还是世界单边主义的第一个强国 因此呢我个人觉得 我们学会怎么跟美国人对这干 虚伪 打太极拳 这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法 就是我这里强调是要用智慧 而不能使用蛮劲 问题是有没有智慧 你聪明还不行 别人家可以没有 但是作为中国领导人 可不能一点智慧都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 海外很多沸沸扬扬说 很多人 我们说的是在当朝当政的人 在美国都有存款 有不动产 有子女 好这些资料 其实一早就跟美国司法部 美国各种各样的情报机构 掌握在手上 现在对中国来讲 不管你怎么样单边单打独斗 你现在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 香港的美元结算的系统 会不会被美国切断 如果真的切断以后 香港跟中国就跟伊朗一样 伊朗那个国家人不大 人口不大 中国14亿人口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居民 中国的企业千丝万里 目前还是以美元为结算单位 人民币还被国际化 第二个就是 你要单打独斗没问题 你要无产阶级革命家 大无畏的精神 口口声声跟美国单挑 决一死战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再朝再政的 这些人的家族 一笔一笔在海外的资产 不断的被详细的披露 政党的合法性正当性 这个基础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人愿意替你们去打仗吗 按照毛泽东一早的说法 我说了这些问题 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些问题 其实是小时的 这些问题 可以叫老杨 帮助 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leep 皇上 你们 冬至 呢 你们